這張是歐文幫我訂的題目 如何去訂價格 可是這真的是一個大材料 因為每一種商品 每一種渠大 每一種不同的商品的週期 它訂價策略都不一樣 所以我這邊有看到說 其實一般的 大家會用一個成本加成的定價法 就是你的成本是多少錢 然後我乘以幾倍 然後再乘一個營運成本的倍數 最後會等於這個售價 這個是最簡單 它可以用一個公式量化出來的 我可以給大家舉個例子 比如說大概 一般來 一般來說 如果你這個東西是你自己own的 然後放在網路的平台上賣 大概 大概是你的成本 差不多乘以差不多五倍左右 可以是一個售價 可是如果你要進入到實體的渠道 比如說要進入到百貨公司 或者是一些實體知名的channel 這個有可能會變成是十倍 就是一個東西的成本是一百塊 可以在那邊忙到的是 它最新推出的單品 會是一千塊 這個是最簡單的一種衡量的方法 可是我個人會說 其實現在呢 其實我們大部分會有的是一個 顧客導善的定價法 價格等於價值加成本 所謂的價值 到底叫什麼呢 就是你認為產品值多少錢 你就去收多少錢 這是產品的價值 那產品的價值 然後大家說 哇這個非常的虛 這個價值到底要怎麼去定出來呢 所以我下面是說 你如何去創造你的價值出來 就是你一開始要幫助的 就是我剛剛商業講的 你的這個產品的價值 到底在哪裡 它是非常獨特的 在市面上完全沒有這種技術 你是第一個做出來的 那這個價值就是非常非常獨特 所以你就一開始可以定一個非常高的價格 因為你就是吃第一波的這種客戶 後面等到有追隨著上來的時候 再把價格給拉降下來 再來呢 你要去建立你的價格的結構 你要知道說 欸我的這個商品 它的價格的Rent到底在哪裡 你要知道說 你一開始可能賣多少錢 如果它賣得非常好 你可以往上提 可是提的百分頻道是多少 然後它到後面後期 你要準備把這一批要清掉庫存的時候 你要Discount達到幾折 所以這樣一算一算一算 欸Total加起來 我可以賺到多少錢 所以這叫價格的結構 再來呢就是溝通 要跟消費者去溝通 價格跟價錢 這個你講的就是說 我們的行銷 你到底要怎麼包裝你的這一個產品 你要用情感行銷 你要不要找一些代理的人 或者是你找一個有名的設計師來跟你合作 這樣它的質感就會往上跑 那你要去訴求什麼樣的情感 舉例來說 這個是台灣本土製作的 NIT 這個情感夠不夠 如果再夠 我再加一個情感 供應的情感 我買 我每賣一件出去 我捐流浪協會 捐什麼家族協會 把供應的情感加進去 那你還要加什麼呢 就是說你要去跟客戶去溝通你的這個價值到底在哪裡 如果你有溝通的順 這個價格就會上去 所以就是我們大家 不能就是使用你的生產的成本 你忽略到很大開中間行銷的這些魅力 這本來是最困難的 可是也是最精彩最好玩的地方 然後你要去確定你的家族的政策 到底是誰 哪一個我們 或者是誰可以去決定說 我什麼時候要降價格 什麼時候要去調升這個價格 因為每一個人會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事情 有的是從sales的角度 我要跑個兩 那另外有一個人會從 要偏market的角度 我不能太快的降價格 會有損我的品牌的價值 所以這個呢 如果你是一個人的話 或者跟你老婆兩個人 你們都要把這些分工先分好 到底是什麼 什麼時候的 要聽誰的 不然的話 這個價格上上下下 這個品牌價格就完全不見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說 其實如果我們這種創客 都是一個很創新的產品 一定定價策略 可以考慮你要去 你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你的產品的目標 如果只是要把你前面的研究啊 開模啊 開發成本 拿回來 那就可以說 我是採高價 榨值 定價 這個東西我是最新的最快的 我就拿一個高的價格 趕快就把我的開發成本 拿回來 如果呢 你希望未來是可以佔有更大的市場佔有率的話 那你們可以把稍微的價格 可以去變成比較低一點點 慢慢的把這個市場 剩後率把它吃下來 就得慢慢把這個規模 在這一塊市場的規模 的比例 要把它 納入在你自己的比例裡面 所以這個 每個市場的價格 其實非常非常有趣的 所以這個題目呢 我沒有辦法給出一個大家 非常明確的 你就是價格乘以幾倍 等於你的成本乘以幾倍 就變價格了 這個歡迎大家說 如果你的idea 有一個想法 歡迎大家來找我們討論 到底你要怎麼樣去定 你的市場價格 那我們有經驗去說 那我要怎麼樣去包裝 是不是我會加一些什麼樣的元素 加一些設計 加一些物體 或加一些物體 或加一些物體 它都有助於在價格上面 做一個大幅度的調整